乳房纤维囊种 到底这个东西是会它会恶化吗 还是说它有没有必要少吃一些什么东西 避免它变大 很多 这个又回到我们妇科最原始的了 大家都认为就是荷尔蒙造成的 所以你看乳癌是荷尔蒙造成的 子宫内膜癌也是荷尔蒙造成的 我们叫依靠荷尔蒙而来的疾病 大部分这种疾病都跟环境因素不太有关系 都是遗传来的 尤其姐妹之间 它发生的几率还蛮高的 乳房纤维囊种 到底这个东西是会它会恶化吗 还是说它只是个囊种 其实这个问题 我看所有的女生 如果你其实真的做很详细的乳房检查 不管医生处的也好 或乳房超音波也好 我很少哪一个女生说都做完检查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过这方面我还是建议 因为从影像来做检查 这些都给临床医生做个参考很重要 如果它建议你最终 可能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定时最终 如果建议你做一个比方说很细针的穿刺 那你就可以遵照 如果真的怀疑是癌症 你可能就要必须接受手术 我觉得这个要挺专业 因为它发生力太多了 那如果它已经身上有这种囊种 它有没有必要少吃一些什么东西 避免它变大吗 很多 这个又回到我们妇科最原始的 大家都认为就是荷尔蒙造成的 所以你看乳癌是荷尔蒙造成的 子宫内膜癌也是荷尔蒙造成的 我们叫依靠荷尔蒙而来的疾病 大部分这种疾病都跟环境因素不太有关系 都是遗传来的 尤其姐妹之间 它发生的几率还蛮高的 比方说他们家里面有姐妹 我常常会碰到他们家四个姐妹 四个姐妹全部都有这个问题 四个姐妹 所以你就想这个疾病 就是回到我们最先开始讲的 它是跟环境 环境包括饮食 还有环境荷尔蒙 大家这个环境荷尔蒙这个液体 也炒得蛮厉害 什么化妆品啊 什么有没有环境 到今天没办法证实 现在没有一个医学 真正做了很大规模的环境荷尔蒙的调查 证明它会跟这些複合病有关 你很难去量化那些环境荷尔蒙对你的影响 所以古时候这些病少 病少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生小孩生的多 现在病多 未必是环境荷尔蒙造成的 是你不生小孩 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做 它基本上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一种保障的 现在有一个我们叫 BRACA1、BRACA2 一个致癌基因 最早以前认为台湾不高 实际上一模一样 大概BRACA1、BRACA2 阳性的佔了20%左右 所以如果你有BRACA1、BRACA2 尤其BRACA1 它得到家族传来的 如果你有这个 你将来比方说得乳癌的机会 几乎80% 你现在等卵巢的机会 65% 很可怕 你知道最有名的人是谁吗? 那个电影明星啊 JULI 安宁要求例是不是? 是她 最有名的 所以这个问题曾经上了Times 而且是越早缺越好 他们说你到了40几岁缺 它预防的效果就变差了 所以你看JULI好像很早就变了 很年轻喔 尤其在对于一个超级电影明星 再来讲你看她有多大的勇气 可是那你要 你也要回过头来看 这个议题有多重要 现在在台湾我发现 其实做这个精英检测 慢慢越来越多了 做精英检测 将来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 这个所谓精准的医疗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慢慢 如果你有家族事 可能要考虑 好